OK,好,OK,大家好 如果你收到你的R8了之后呢 你不会疯,请看这个视频就好了 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下怎么去折叠这个R8 经过我们几年的改进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R8改进的已经很容易折了 来,下面我就教给大家一下 第一步啊,这是我们正常骑行的状态 第一步如果你收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车把放到最低的状态 放到最低之后这个锁死了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把手刹车的把手的位置 我教大家一下啊 中间这一个是调这个方向的 就是我们收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把手的位置朝向哪里呢 朝向下面这个轴承的位置啊 就是这一只的位置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唯一要记住的点啊 其他的都可以不记的 但是这一步一定要记住 就是松开之后朝向把这个位置 OK,大概是50度吧 50度的左右啊 锁上之后就OK了 它就不会动了 这一步唯一要记住的 下面就很简单了 这个是往上推 有很多女生呢 手可能没有力 你可以用两个大拇指这样 往外推啊 但是这一个锁呢 它要往上 往上推住 然后这个就很简单 它就打开了 打开之后这个就不用动了 这就不用动 我们直接我们的左手拿住这边 就把它给放到最底了 不可以放到半空中的啊 我们这个的目的呢 就是让它更平 它其实你看 这个角度啊 它是直接是平的 我们折完之后 它和轮子 这个这个是角度是平的 如果你看我们没有 没有调节这个角度的话 没有调节这个角度的话 它折下来之后呢 它是这样的 它折下来之后是这样的 它就很宽了 所以我们这个对折的时候啊 就没有办法那个黏到磁铁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给调个角度 OK 调完之后锁上 然后下来之后呢 它就刚好是平的 调个角度啊 刚好是平的 朝上就OK了啊 这个刹车把手朝上 这一步就完成了 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脚踏 左边的放到下面去 然后就搞定之后 就是调踏了啊 直接插下来 插下来之后呢 我们不要把它放到直直的 或者这样 不要斜 要左前面啊 前面 左到前面 这样 斜一点 目的就是为了 等一下折过来之后 不要打到它的小屁股啊 OK 这边中间折叠就很简单了 中间这个盖子一打开 这是个安全盖子啊 安全的 打开之后 把这个黑色的拉出来就OK了 这边有个洞啊 手指头可以伸进去 然后就拉开 拉开之后就可以折了看 它不会挡了 然后我们就 拉着两个轮子也行 拉两个轮子也行 拉这边也行 就把它给直接粘在一起就OK了 你看这个磁铁就刚刚好就粘在 粘上了 如果是你没有把这个角度调 那它就卡上了 如果是没有调这个角度 这个磁铁看 这个磁铁是粘不到的啊 它还有一点位置 粘不到 所以我们这一个是最重要的啊 我们要把它给调的朝上 让它扁扁的 扁扁的 然后我们就卡 就粘上了 闭着眼睛就可以粘上 看 刚才我让你调这个角度呢 这边 意思就是说 不要摩擦到它啊 不要摩擦到这个 我们的座椅啊 要不然心心的就被你刮坏了啊 所以要留个缝隙 这样就好了 看 我们这两年改进的就是这个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啊 但是我们已经 经过了很多步骤 改 你看 牵移发而动全身呢 真的 改一个地方其实很麻烦的啊 所以我们改完之后呢 它是可以这样推行的 可以这样推 对吧 如果你需要推的话 就是这样 不用弯腰的啊 不用弯腰 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拉 这个呢 尽量拉长一点 我们就要手很轻松的 这样拿起来就OK了 就可以推的 好吗 但是它是不可以后退的啊 如果你后退的话呢 你看这个 脚踏它是会转的 旋转旋转旋转 它卡到这边的时候 你就退不了了 所以呢 我们只能往前走 来为大家推一下 看 能看到啊 非常简单 它是不会东倒西歪的 这就是我们改进过后的 一个状态 它如果是你有大阿玛梯的话 比如说现在我到了阿玛梯了啊 我们可以放下来 坐上来 可以可以坐的 这个是啊 不管你是买 布隆腾的 波迪啊什么 很多名贵的脚踏车 它都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这个可以的 没有问题 然后到站了之后 我们一拉 就可以推了 然后你想更轻松的 就直接拉出来 好 就可以跑了 对吧 就可以跑了 OK 而且呢 如果你真正的 吃完饭了之后 没事干了 还可以把它给健身 可以健身 不会散开的 如果我们放进车里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 千万不能压到它的 因为这个是换变速的嘛 它比较焦贵的一个 焦气的一个零件啊 就是我们不要把它给压弯掉了 压弯掉之后 我们变速的时候就不准了 所以我们往车里放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朝上 是这样 拉起来 因为我们这个车用的是 那个强力的磁铁 所以呢 它你这样拉 它也不会散开的啊 所以非常结实的 这样晃动啊什么的 它都是 粘在一起的 我是没有绑上的啊 你看 来我拉开一下 来看一下 它是 来 粘一下 看 粘上之后真的是很结实 对吗 这样它还是不会 不会开的 所以OK 大家 大家可以这样 试一下 如果你买到了以后啊 可以试一下 感觉 感觉一下 其实它是非常容易 非常方便的一款 两折的脚踏车 OK 好吧 我们就这样吧 学会了点个赞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